你把這個東西全會就可以了 好不好 37頁 同學我跟你說 37頁 你有沒有看到它下面有一個紫色的框框 那個紫色的框框 請你用銀光筆把它框起來 我這堂課的重點 就在這個紫色的框框 這樣好不好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做二項分布 這個英文叫做 Binaminal Distribution 這個東西同學仔細看一下它的定義 假設一個伯努力實驗中 成功的機率叫做P 同學什麼叫伯努力實驗 就是一個實驗它的結果只能分成兩種 一種叫成功 一種叫什麼 失敗對不對 誒 知道什麼是伯努力實驗嗎 伯努力啊 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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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 伯努力實驗 對 我知道你們忘記了 來 所以稍微跟同學提一下 所謂的伯努力實驗是指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實驗 如果你可以把它區分成成功 還有失敗兩種情況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實驗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伯努力實驗 這樣好不好 比如說 投一個公證的硬幣嘛 對不對 出現正面叫成功 出現反明就叫做失敗 這就是一個伯努力實驗 比如說投籃 投進去叫成功 投不進叫失敗 從籤筒裡面抽籤 抽中誰叫成功 那沒有抽中他叫做失敗 那請問同學 成功的機率如何叫做P 那麼失敗的機率當然就是誰 就是E-P 這樣好不好 這個實驗很有名喔 這個叫做伯努力實驗 我們來看一下二項分布的定義喔 他說假設一個伯努力實驗中 成功的機率叫做P 重複這個伯努力實驗N次把它畫起來 同學 重複這個伯努力實驗N次 欸同學我跟你講 這是獨立的喔 他每一次都是獨立的 你把它寫上去 重複這個實驗N次 比如說你丟一個銅板N次 同學這一次有沒有出現正面 跟下一次有沒有出現正面 會不會有影響 不會有影響 所以請注意 他這裡的二項分布喔 他重複獨立的伯努力實驗N次喔 注意喔 是獨立的 這樣可以喔 然後用隨機變數X 表示成功的次數 欸 隨機變數X 來 你看我這邊 這個X 表示什麼東西呢 表示成功的次數 成功的次數 好 然後他接下來就說囉 擇N次中成功K次的幾率是多少 來 同學請看這邊喔 欸 重複N次獨立的伯努力實驗 N次中成功K次的幾率 欸同學 重複N次的獨立伯努力實驗 同學前面應該會先寫什麼 CN 取多少 CN 取K啊 N次裡面是不是有K次要成功 是哪K次成功你要把它選出來對不對 然後成功的幾率叫做P 所以成功K次 所以這邊是P的幾次方 K次方 失敗的幾率叫做誰 叫做E-P 啊失敗幾次 同學你告訴我 叫做幾次 N-K次 這樣可以嗎 欸 欸 同學這個東西你知道吧 啊這個CN 取K我們稱為叫什麼 你們沒有忘記吧 欸 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CN 取K我們稱為叫什麼東西 叫做排序啊 你要不要把它寫上去 欸 可以嗎 有沒有忘記 同學這個CN 取K叫做排序 啊這個S 檔於K 代表這N次裡面成功幾次 成功K次喔 這個X是個隨機變數 表示成功的次數 這樣了解嗎 OK 然後他接下來就說 這樣子的幾率分佈喔 稱為參數是N跟P的二項分佈 用這樣子的符號來表示它齁 來你把那個紫色的框框整個把它框起來 欸 所以我跟你講喔 這個N跟P我們稱為叫什麼 叫做參數 這個N跟P代表參數 這個P代表什麼東西呢 成功的幾率 這個N代表實驗的次數 我總共做N次獨立的佛努力實驗 好 那這裡有一個符號要介紹給同學 所以這個符號怎麼唸你知道嗎 這個叫隨機變數X 然後這個B叫做二項分佈喔 它的參數有兩個 一個叫N 一個叫P 所以這個符號怎麼唸你知道嗎 這個像蝌蚪的符號 會唸嗎 欸 我跟你講這個符號 欸 要寫在哪裡呢 這個符號唸做服從嘛 來 你在旁邊寫一下 寫一個key齁 同學這一個符號 我們唸做什麼 我們唸做服從 OK 就是說這個隨機變數喔 會服從這一個二項分佈 那它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叫做N 一個參數叫做P 這樣可以嗎 欸 這樣講齁 你好像有點不太了解對不對 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對吧 欸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來 看我這邊喔 你把這個例子抄在課門空白的地方 欸 我用實際的數字欸 來 如果有一個隨機變數 服從二項分佈 然後這裡比如說 3 然後1 3分之1 好 我們現在設定一個情境齁 這個文組我們講簡單一點 我們現在做一個假設喔 同學 這個山代表什麼 做三次獨立的魔努力實驗 我想想看生活中有什麼東西 可以當作是這個例子 投籃好不好 我們今天投籃投三次 欸 來 這個3 實驗三次齁 來 把它寫上去 這個投三球 OK 投三球 這個3就是一個參數 代表投三球的意思 好不好 那每一球都有近跟不近兩種情況 所以那你告訴我 這個1 3分之1代表什麼 你說啊 這個1 3分之1代表什麼概念 為什麼不理我呢 欸 今天你們班是不是有 OK 生日堂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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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知道我也很不想上第八節課 你知道 好累喔 雲休息 你不要賣我北來 好不好 我跟你講喔 投三球 啊這個三代表 這個三代表投三球 做三次獨立的博弩力實驗 啊這個三分之一代表投進的機率 投進的機率就是成功的機率 叫做P 失敗的機率是多少 欸 投進的機率三分之一啊 失敗的機率就是三分之二嘛 這樣可以嗎 那我問你喔 這個X代表什麼 這個X代表什麼 就是投進的什麼 次數嘛 對不對 同學 這個X 再一次喔 欸 你們這個符號一定要搞懂喔 來 這個X代表投進的次數 好 這樣可以嗎 來 這個重新再講一次 同學 這個X叫做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 來 這個符號怎麼唸 這個符號唸做服從 這個隨機變數會服從 這個叫二項分布喔 反面的distribution喔 這是英文啦 二項分布 它有兩個參數 三跟三分之一 這個三你可以想像我們打籃球 代表投三球 這樣好不好 啊這個三分之一代表它的命中率 總共投三球 啊這個X代表它投進的次數 這是個隨機變數 我們現在把它的機率分布寫出來 同學你還記得機率分布怎麼寫嗎 欸 機率分布跟著我一起寫啊 就是把它取的值跟它對應的機率 把它怎麼樣 把它寫出來嘛 來 這個叫做X 這個叫做P 來 快點快點 文字我不會教很難喔 來 同學問你喔 我總共投三球 那麼請問你我投進的次數 可能一球都沒有進啊 對不對 三球都沒有進啊 這是有可能的啊 那也有可能怎麼樣 投進一球啊 對不對 投進一球可能吧 可能投進兩球 也有可能怎麼樣 三球都進嘛 所以我投進的次數是不是有這四種情況 投進零顆球啊 一顆都沒進 然後可能投進一顆 投進兩顆 投進三顆 然後投球問你這個機率你會不會寫 這個機率你應該要會寫喔 來 我問你喔 投進零顆 代表這三顆都怎麼樣 都沒有投進 沒有投進的機率叫做三分之二 而且它每一次投籃之間都是獨立事件喔 所以三顆都沒有投進 代表這裡應該寫三分之二的幾次方 三次方啊 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這裡就寫這個機率叫做三分之二的三次方 這樣好不好 這樣了解嗎 這個就是要對應的機率 然後同學我問你喔 三球進一球 投三球進一球 那麼請問你 前面要寫什麼 你們班專業的啊 問你 投三球進一球 前面應該會寫C什麼 C三取一 對吧 是不是三球要選一球進來投進 到底是哪一球 是第一球 第二球 還是第三球 好 C三取一 那接下來我問你喔 投進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所以這裡投進一球 所以這邊乘上三分之一 然後 沒有投進的有兩球 所以再乘上三分之二的什麼 平方 這樣寫你可以接受嗎 這個機率啊 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 這樣有沒有講很快 還可以嗎 C三取一 投進一次嘛 投進一球對不對 那到底是哪一球投進 是第一球第二球還是第三球呢 先把這一球選出來 那投進的機率三分之一 投進一球就一次方 沒有投進三分之二 兩球沒投進 所以就平方 這樣可以吧 情況有三種 知道哪三種啊 就是圈叉叉嘛 叉叉叉跟叉叉圈嘛 所以懂我意思的 就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給同學一點時間 你幫我把這兩個機率寫出來好不好 如果投進兩球要怎麼寫 投進兩球的機率 還有三球全進的機率 要怎麼寫啊 來 你說啊 來 這個問誰 我來問那個梁家俊 家俊我問你這個 如果投進兩球這裡要怎麼寫 C三一 C三二 趙師傑來了 C三取多少 C三取二啊 對不對 投進兩球嘛 拿兩球投進先把它挑出來 這叫排序 來 那我問你 後面要乘上什麼 三分之一的 平方 平方很好 來 乘上三分之一的平方 然後三分之二的幾次方 幾次方 幾次方啊 對不對 兩球進一球沒進嘛 對吧 交集改相成 這獨立事件喔 好 那如果三球都進 請你告訴我 這邊應該要寫什麼東西 三球都進喔 所以這邊是三分之一的幾次方 三次方嘛 可以嗎 然後同學你心裡面應該會想說 欸老師 這個機率加起來應該要檔到多少 欸同學我問你啊 這個隨機變數嘛 所有的情況我們都列出來了對不對 這個機率加起來應該要檔到1 你要不要慢慢去算 我告訴你 根本不用慢慢去算 如果你的觀念不錯 同學你仔細觀察它的係數 它的係數叫做誰 1331有沒有 然後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其實叫做C3取0 C3取1 C3取2 然後這個其實是誰 C3取3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什麼定理 來你說啊 二相式定理啊 來 三分之二 加上三分之一的幾次方 大 三次方啊 來 你把它寫上去 同學你有看到二相式定理嗎 為什麼這個分布叫做二相分布 為什麼 我們課本說這個叫二相分布 為什麼叫二相分布 因為它是從二相式定理來的啊 同學你看喔 三分之二的三次方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三倍的 A加B的三次方嘛 是不是A三方 加上三倍的A平方B 再加上三倍的A乘B平方 再加上B的幾次方 三次方 就是這樣子 就在A加B的三次方的展開式 然後它的係數叫做1331 這樣有看到嗎 所以三分之二加三分之一 因為這個是1的幾次方 1的三次方啊 所以就是誰 所以就是1 Yeah 我跟你講 文主我們二相分布就是這樣子 交往 對 來 你先整理一下 知道我們在講什麼嗎 來 你先看一下 二相分布就是這樣 文主的二相分布 目前為止基本概念就是這樣 什麼東西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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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半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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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去遊瓶幹嘛 我要為我買麵包錢 哈哈 所以你什麼錢啊 麵包錢啊 我 八 八 買一 해요 買一碗 pack 買什麼麵包我也要買 第一湯第一湯 第一湯第一湯 我很需要 我最近變胖了 你們可以 vai,我最近變胖了 你都不關心我的身體 沒有啊 我很腳、肚、詩、痘、痘、��、淋、淋を 比較那個吧 但是我們還是看一下 到底什麼叫博弩力實驗 這個實驗只有兩種結果 成功或失敗 對吧 成功的機率叫P 失敗的機率叫1-P 我們現在有學一個東西叫二項分布 這個隨機變數服從二項分布 3跟1 3分之1 稱為它的參數 好不好 這個3代表實驗的次數 你想像打籃球 投3球 那這個1 3分之1代表命中的機率 就是成功的機率 這樣好不好 那這個x代表投進的次數 對吧 你投3球 可能投進0球 1球 2球 3球 那寫出它的機率分布 你會發現 跟二項失敗有關係 所以這樣子的分布叫做二項分布 這樣懂不懂 懂嗎 很簡單對不對 好 既然簡單的話 請同學翻到38頁 翻到38頁 我們看下面的學一堂練習 趕快教一教啊 就差不多啦 都有教咩 來 翻到38頁 翻到38頁 我們來看這個隨堂練習 這個隨堂練習 安靜安靜 來 這個隨堂練習 我們給他兩個讚喔 這個題目你應該會吧 他說某個人打把的命中率是四分之一 而且每次打把的結果是怎麼樣 是互相獨立的 把他畫起來 然後這個人朝著同一個目標 涉及五次 好不好 那這個時候 我跟你講喔 來 同學你這邊就跟著我一起寫 你就令隨機變數x 叫做什麼?命中的次數 欸 同學我現在問你啊 打把這件事情 我會知道 我會集中 因為看到這個東西